大家好我是阿烈 歡迎收看獨自虛吃麵 走到店鋪門口 我來到那時差不多8點 已經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客人坐在裡面 自動售票機就在外面 走去玻璃場看看貼了什麼 這間店鋪也有點榮譽 拉麵大賞 Trylamin的壽賞店都有 真的要試一試什麼料 走過去買票 這間店的名字叫Manya Fujichiro 中文可能會譯作藤代 而這間店在Trylamin的分數是3.65 分數上來說都算不錯 中上水平 看看這部自動售票機 這間店只提供兩款拉麵 第一款就是雞白湯拉麵 第二款就是雞白湯尖麵 由於我這次也是第一次來到 所以就會選擇試雞白湯拉麵 就有三款選擇 未動版本 普通版本 和特製版本 而這次也是不想太多了 直接特製版本 以及為免晚上會肚餓 很多個麵大盛 而這間店鋪也有清楚表明他們的麵量 拉麵就只有普通和大盛 而這麵就會有普通中盛和大盛 而紙上面寫的Gram數就是六面前的重量 那就看看這間店鋪的巴桌位 這間店鋪全部都是這一類的巴桌位 桌的深度也很夠 而座位的空間也夠闊 後面也有擺袋、掛褲的位置 而在這個位置裏面就貼了這張紙 希望大家在吃完之後把碗放Y counter上面 巴桌位的後方就有垃圾桶 大家用完的紙巾就可以丟到後面了 在位置裏面就有四款調味料 裏面有一款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檸檬薑 打開的時候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我被鎖一鎖 才發現這一款是檸檬薑 我叫的雞白湯特製拉麵菜到 看看是甚麼 又是一隻已經預先切開的蛋 這種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在雞白湯的一盒常見 上面有魚板 然後還有四塊紫菜 右邊這裡看到叉燒 也不少,好像有三塊 之後就筆個湯來看看 這個湯的顏色就不太白 偏向啡一點 以雞白湯來說也算是深色 筆起來的質感就沒甚麼感覺到結身 反而是偏向輕身一點 而油量方面就這樣看就不算多 之後就夾個臉來看看 就這樣看這款臉粗的應該就是細臉 或者是比細臉再粗的那麼多 而臉的顏色就是偏向白一點 在夾臉的時候可以感覺到這款臉很熱 因為已經是冒煙了 之後就看看這塊豬叉燒 應該都是豬鯉雞來的 肉的比例也挺漂亮的 瘦肉是佔了大部分 不過這塊肉切得比較薄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厚度 真的挺薄的 然後看看筍的部分 這條筍雖然切得薄 但它又不是很軟 都可以看到是挺堅定的 夾上來的時候也不會是整條軟了 而這條筍的顏色也是偏向淺的 就沒有中華相的啡色 這一款就是偏向黃一點 最後就看看這隻已經切開了的蛋了 可以看到蛋黃都OK的 味道完全熟 而且顏色也是挺漂亮 不過就沒有留心的效果 而蛋白的部分也是上色 不過就不算太深了 這碗麵我清光了 那就分享一下我吃完的感想 先由湯的部分開始講起 第一口喝這個湯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感覺到那個雞味挺濃郁的 而且雞湯的鹹味、甜味、香味都齊了 而這一款雖然就是雞白湯拉麵 但它應該就不只是用了雞 因為在一陣比較濃郁的雞味之後 就會有一陣鹹香味出來 而那陣鹹香味就有點像堅魚醬油的味道 就可以令到這一款湯在味道上的層次變得豐富一點 而且兩隻在味道上都是比較濃郁 但是它又不會有互相蓋過 在平衡上都是做得非常之不錯 而這款湯喝下去的質感都挺濃厚 不過就不會太過黏口 喝下去的感覺都是非常順口和舒服 所以我認為這款湯是做得很好 好喝的 之後講一下這一款細麵 這一款細麵吃下去的口感都是偏向爽彈 這款麵我估計應該都是低加水麵 如果是送到來馬上吃的話 我認為那個口感就是剛剛好的 不會說特別軟或者特別硬 不過吃到尾就會出現一個偏軟的感覺 所以我也是建議在麵送過來之後 就盡量不要弄太多花生東西 就可以避免吃到最後出現軟的感覺 不過如果你是說我是要弄花生東西呀吹吹呀 這樣也可以的 因為這款麵條原來是可以硬麵的 但是這一款麵條我認為那個問題就是麥味不夠 甚至乎可以說是沒有 因為吃完的時候真的不太感覺到那種麥味 而這款麵就是用它掛湯的能力去救回這個味道 因為這款湯本來就比較稠 再加上這款麵應該就是低加水麵 所以吸湯和吸味的能力比較快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都不會說淡 但是感受不到麵條的麥味就變成沒有什麼層次感 令到這款麵條變得很普通 吃起來那個感覺就是有些東西咬緊 但是沒有味道 之後講一下豬里肌叉燒的部分 這些豬里肌叉燒其實我認為只有一般般 首先就是肉味比較淡雖然都叫油 而肉質就不是說硬 都算是軟 而咬下去就是肉的感覺比較實在一點 但瘦的部分就有一點點乾 不過都好在沒有去到柴的地步 之後講一下筍的部分 我之前就沒吃過一些臭的筍 但是這一間就成為了我第一間認為是臭的筍 這間店給的筍應該就不是那類傳統中華葉筍來的 咬下去的感覺都是爽的 不過就不脆的 如果那個味道吃下去是有點怪怪的 那種味道是有點臭的 跟我平時吃的那種中華葉筍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的感覺 雖然我都是吃光的 但我又吃第一塊那種已經心想 什麼來的 這間的筍真的不行 最後講完這一隻已經預先刺開的蛋 這一隻蛋的賣相是已經可以完全反映在味道上 因為它上色不夠深 吃下去都不是那麼夠味 而蛋黃的部分質感是可以的 因為都還沒去到熟透的狀態 而味道上就一般般有蛋黃味但都不夠濃郁 差點忘記要說這一塊魚板 這一塊魚板是挺好吃的 而口感也夠彈 魚板這個部分就可以炸一讚 以及叫特製版的話就有兩塊魚板 整體來說 我認為這碗麵都可以 湯的部分是好 不過麵條就是一般 但是兩隻又可以配合到 配料方面就都挺一般的 平時很少你的魚板反而最好吃 令到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這碗麵的完成度不是太高 感覺上是有點過分集中在湯上 如果不是指定吃雞白湯的話 我就會認為在木刻裡面吃維生是比較好的選擇 今次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這間店的資料就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找到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給我一個Like留言和Share 想看更多日本拉麵影片就可以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掰掰